本期话题 鸽子蛋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因为它营养相对是比较全面的 促进人体的发育 生长 还有包括就是性功能改善 这些都是有帮助 第二个呢 我们讲它具有了健脑一致作用 四神经啊 包括对眼睛都是非常有利 它还有乱磷子啊 这些对大脑 比如说细胞膜的形成 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它含有些矿物质比较丰富 对于血液的必须营养物质 它抗衰老作用呢 其实我们讲最强的 最多见的就是骨质疏松 我们骨质疏松的可能是衰老比较全面的 当然其他还有些提高免疫力 那么养盐 这个呢是它的一些 就是说进一步的功能 整体来讲 它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 保健功能呢 整体上是具有比较营养全面 它的保健功能是补武藏 应该是这么经历的 所以我们再和骨质疏松的 所以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